那他就反映说职场老鸟的态度很冷淡啊 然后对他好像都不太愿意教他而且脸很臭 遇到强势又不友善的老鸟他该怎么应对呢 职丫诊所帮你一生都精彩 从新鲜到退休 哈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Pola 这边我们来帮粉丝敲碗 那这是一位来自于零售业的产品企划的一个职场的伙伴 那他的问题就是说他遇到强势又不友善的老鸟 他该怎么应对呢 他的故事是这样子 就在今年三月份他开始了他的第一份工作 那到目前为止到职大概快半年了 那他的这个同事们当然就有一些比他资深的一些所谓职场老鸟 那他就反映说职场老鸟的态度很冷淡啊 然后对他好像都不太愿意教他而且脸很臭 那因为这个职场朋友他目前是做产品企划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职丫诊所Podcast来宾呢 他也是一位企划主管 他是艾妮 他目前是在Lessus车辆部的贩卖企划室当客长 Annie罗艾妮 我们请艾妮跟大家仔细地介绍一下他自己 哈喽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这边我是艾妮 那我是在2014年的时候加入荷泰汽车的 那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是做经营企划相关的 就是经手一些我们公司的一些转投资的专案 那从其实从一两千万的案子到好几十亿的案子都有经手过 你所谓经手是评估这些的 对我是专案的主要负责人 那后来呢在经细代了五年之后呢 有转到就是Lessus的贩卖企划室 那这边主要经手就是Lessus关于supply chain 其实就是订车相关的一个业务 那同时也有经手大型的活动的专案 包含像是经销商大会这样子 我们请他来解答一下 那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蛮有 就是看到的时候觉得蛮有同感的 因为其实呢我刚进就是公司的时候 那时候还是蛮年轻的一个 大概二十几岁的菜鸟 对大概二十三岁左右 那其实就有遇到蛮多就是资深的姐姐 其实他们有时候会比较封闭一点 他们想到你这个妹妹什么都不懂 那也要来问我 那其实我被挂过蛮多次电话的 那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 那位姐姐就是跟我讲 我以前要跟她敲一个老板的时间 但她讲一讲她就是 可能那天她心情不好 她就挂我电话 然后我就内心就觉得很焦虑 想说怎么办 是不是我哪里得罪她 后来我还是就是会秉持着 反正我是后辈 我就是尽量去 能够帮助她的精神 我就是有一天偶然知道 她有在做一个便利商店的集点 然后呢我就去收集了 那个便利商店集点的东西 就上线贡品给她 然后借此跟她开启一些话题 因为总是要去讨 感觉到她 她可能有喜欢什么东西 跟她开启不同的话题 培养关系 那后来我们两个 其实现在成为蛮好的朋友 她都会常常跟我聊天 那另外一个 我也是 这个算是比较好处理到的 那另外也有一个 我遇过是 面对那种经销商的 同仁 我才刚调到Olexus 然后那时候其实对很多事情 也都不是那么了解 那她的态度也很差 甚至她还会说 这个为什么要那么赶 什么东西 我根本来不及做啊 你为什么这时候要给我 然后她就挂我电话 我就吓到 但是我还是对她态度的非常良好 那她总是会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 我都是尽力的去帮忙她 那后来她也觉得说 可能拿人手短 吃人嘴软 后来对我的态度 也都逐渐的越来越好 然后就是比较不会为难我 那她可能对其他人太多还是这样 但她对我都会很客气 所以那个爱妮是把被挂电话 或者是说被凶这些东西 视为职场之必然 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 本来一个人就是会有50%的人喜欢你 跟50%的人不喜欢你 不可能要求说 每个人都喜欢你 有时候可能会觉得有点委屈 但是其实这一点委屈也都是 未来都是你成长的一个动力 因为它一定也会在你的工作上面 帮到你非常多 那久了之后伸手不打笑脸人 她也会觉得对你好像不太好意思 那也不会对你这么不客气 好 那我们今天先跟爱妮聊到这里 很开心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给我们五颗星 并且留下好评 假如有更多的问题 欢迎到质押诊所的网站来发问 特别想听什么主题 请点击节目资讯栏的连结 投稿给我们 也邀请您订阅追踪 掌握最新的内容 我们下次见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